熊孩子玩火 竟把整个商场贬了 最后赔到倾家荡产 我们这边有一座老商场 很多年了 说是商场 其实就是一座大棚 里边都是一些批发服装的小店 每天下午六点关门 外边卷帘门一拉 里边的货物就那么摆着 大熊妈在这商场里有一家店面 大熊每天都来这里玩 正好隔壁店铺也有个熊孩子 这下可好了 两个熊孩子碰一起 一加一可远远大于二啊 他俩每天在商场里乱跑乱闹 要不然就拿水枪对资 把别人店里的衣服全弄湿了 大熊还研究了一个新玩法 他俩把围巾沾水 然后互相追抽 那家伙俩人干的是天昏地暗 把附近其他商户器的胡子都歪了 小逼崽子 你们要把大棚拆了吗 呵呵 很快就要拆了 有一天下午 这俩大聪明不知道怎么寻思的 他俩都跟家长说 要去对方家里玩 然后在商场里找了个角落躲起来 一直等到商场关门 然后他俩来到大熊家店里 大熊拿出不知从哪搞来的打火机 伸到一件衣服下面 用打火机点着 再马上吹灭 然后那个熊孩子也这样 把衣服点着再吹灭 比比水赶点火的时间长 我他妈的活了三十年 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游戏 这也太无聊了吧 而且这么危险 但是对于熊孩子来说 这可太刺激了 人类对于玩火 好像有种刻在基因里的着迷 不烧得差不多了 经过抢救 很遗憾 两个熊孩子 只是吸入了过多的烟尘晕过去了 两几天就好了 大熊出院的那天 熊爸爸整个房间都用木板定死了 大熊 我们的房子马上就要卖了 在这里 让我再打你最后一次吧 因为两个熊孩子还是未成年 所以不构成纵火罪 但是形势可免 民事可免不了 这场火灾 除了商场的责任外 作为熊孩子的监护人 也要付很大一部分责任 没办法 卖房不够的话就砸锅卖铁吧 金条 我现在跟他断绝负责关系 这样可以吗 我不清楚 你们有了解的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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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